詩歌 求平帽 作詞串 還有一個問題是 前陣子一直覺得很壓力 心情有點低落 媽媽跟我講什麼 我也會覺得很煩 不想聽 然後也會覺得就是怎麼 躺在自己很沒用 然後就會會哭 然後這種心情是已經很久都沒有過了 是就是最近才突然又這樣 然後前幾天就是剛好 就是布蘭老師就有跟我說 就是我的傲心 就是傲愛的那個太高了 所以有時候就會產生 會跟自己打架的狀況 然後我想請問的是 是不是我前陣子就是 會突然就這樣那麼壓抑 是不是也跟我的傲慢的關係 嗯 好 請坐 人與生俱來的傲慢基督貪欲 這些會讓你在這個人生當中的運行當中 會產生很多的對立性 那這種對立性 常常超乎你的思維邏輯 因為它是一股能量 跟另外一股能量的作用 這個能量 講到能量的那一端 就不是你的思維邏輯 這一端能夠去理解 那它當然存在 換言之一個人 假設他已經沒有所有的這些傲慢基督貪欲 他就不會永遠就不會有你剛講的那些現象 不管什麼時候都不會有 所以他會顯現出來讓你體會到 我只能講體會到不一定是你肉眼看到 對不對 他就是會讓你感受到透過任何的存在讓你感受到 對啊 感受到哪一種所謂的心境上的存在 所以在於這種狀態底下 你又急於想要飛跌於這個狀態的時候 又沒有能力的時候 這種各方面包括壓力 這種東西就會一直往外爆出來 對啊 那所以一個人只要不休 這個是常態 只要一個人不休 或不休息 這個為什麼會變常態 因為一個人只要不休 這個原因 跟這個遠永遠在 永遠在就有可能碰到 所以他永遠就有機率去冒發出來 所以這樣的生命狀態 一直 有 啊沒遇到遠 又好像沒有 啊遇到遠又有 啊沒遇到遠又好像有 啊永遠不能解決 大的就是你們的六道路 小的就是你們這一生的路 那什麼叫做這一生的路 從你出生到長大 到你老死 現在你年紀當然不大 你就算你現在好了 從你出生到現在 對不對 你有沒有回想過 觀察一下 你是不是曾經有很多情緒 都不斷在重複 那重複就叫倫 為什麼他會重複 因為 你這種情緒的原因沒有發出 那為什麼叫重複 重複表示什麼 表示他不見了 啊又來了 他不見了又來了 又來了叫重複 對不對 啊如果一直保持 那他就不叫重複了 對不對 啊所以他會不見 因為我剛剛講的 緣 沒了 對不對 所以他突然沒事了 然後緣又來了 又交關在那個二根種子了 又報出來 所以他會重複的原因是因為 緣 生緣滅 那你的陰是一直保持著 如果你的陰也不見了 那有緣也沒用 也起不了作用 是這樣 所以只要沒休息 這種生命狀態是每個人都有的 而且每個人都解決不了的 他只能碰運氣 那運氣來自哪裡 運氣來自這個生命體的業力跟福德力 這兩個配別不同 產生好運氣壞運氣 其實說運氣不定也不對 因為這前世音已經定好 所以於運氣上講是你有沒有遇到金氏緣 對不對 與緣交關在前世音 乃至於金氏又重音 對不對 那這個緣不定 所以運氣在這邊 可是於音上講 哪有什麼運氣 你如果有種下這個負面因子 你必然未來 一定有一天會產生負面結果 負面情緒 一定會這樣子 所以只要不休的 就這樣 那這個就是你第一個問題的什麼 煩惱 這個種類就是煩惱 煩惱兌兌現於很多這種情緒 所以 換言之 如果我們講 你套一句 你剛剛講的 你要極樂世界什麼 極樂世界可以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你有這個問題的人 對不對 你還帶著 你不實在創造這個問題 你去不了極樂世界 你至少要把它扶住 那極樂世界的好處跟其他的 八萬四千法的好處差別在於 你只要能夠把這種原因跟源 扶住 你念佛還是可以去極樂世界 那去的那邊 這些都沒了 就這樣子 如果八萬四千法的其他法也很好 你必須要斷掉 斷掉跟扶住 可以理解嗎 它的差別性 斷掉就是沒了 扶住就是沒看到 還有 那沒了是不是 你再早也看不到 比如說這樣 你有看到杯子嗎 這叫 扶住 在這時候念佛 你就可以解決 可以去極樂世界 可是別的法門要成就 法法門進 你要把這個 剷掉 丟掉 都找不到了 這個代表煩惱 代表 剛剛講的內在的那一些 負面的因素 傲慢基督貪欲 貪爭執 等等這些 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徹底剷除 你才有辦法超越輪迴 不再有這些反應 是這樣 對啊 所以你們人生運作啊 煩惱另外一個名稱就叫什麼 就叫輪迴 輪迴兩個字 古時候用詞 煩惱叫輪迴 對 就可以明白 也是 好 以為問題 好 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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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